嘿,大家好,我是虎哥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期关于摄影后期如何调出电影风格的教程 希望会对大家有用 但是今天的教程不仅仅是教程 还是要我对教程的一些思考和疑问 欢迎大家交流和讨论 首先讲一下这个调出教程 最早我是从李陶老师的这本书 《摄影后期高手之路》里面看到的 这里面有这篇教程 然后在影视工业网的一篇文章里也提到这样的方法 知乎上也有一篇文章对这种方法的详细讲解 那我会把电阶放在视频的简介中 希望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 这篇教程的主要核心内容就是把肉隔车的照片 在Adobe Camera中通过配置文件转换为log模式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灰灰的低对比度的照片 那然后再导致到PS里面 通过颜色查找功能加在3D LUT 使照片达到电影色调的效果 那我记得当初看到这篇教程的时候 那是身心不疑的 那如此简单就可以调出电影色调 操作不足 看起来也非常的酷 但是当我逐渐从制作视频上了解到log模式的一些原理之后 其实对这种调色方法还有了一定的怀疑 那先给大家讲讲视频的log模式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那如果按正常的模式来拍摄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直出的效果 达马去见到直视为1的时候 相继能记录的宽容度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我们目前看到的大部分高清视频播放 就是RAC709的色彩空间 但是因为RAC709的信号等效范围 是在0到100IRE 大约相当于5档的宽容度 在一些光比比较大的场景 高光或者是阴影两者的细节就不可兼得 因此这种直出的素材 其实也没有什么调整空间 那伟大的工程师 他们想办法改变了伽马曲线 那让相机能记录到更多的明暗细节 但是因为目前上市面上 大部分的这种显示设备 最暗到最亮的显示范围是一定的 那我们记录的log素材 相比伽马曲线为1的正常对比度的素材 就会显得比较发挥 缺少对比度 所以我们在调整log素材的第一步 就是在调色软件中 把素材拉到正常的对比度 那我们可以通过手动调整 让log素材正常化 不过这种方法是比较费时费力的 不太建议使用 最常用的方法还是加载 相机的厂商为log素材正常化 提供的这种LAT文件 那比如索尼的Slog2到RAC709 其实到这一步 我们的log素材已经处理完毕了 当然有的时候因为曝光的原因 你还需要再进行一些微调 直到你的画面看起来恢复到正常的这种对比度 这就是处理log素材的标准流程 我们的画面就可以在目前普及的高清的动态范围内 容纳更好的宽容度 LAT文件除了正常化log的功能以外 还有另外两个功能 一个是用于色彩管理中的硬件和显示设备的教组 这个我们今天暂且不说 另一个功能就是实现风格化的效果 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色彩倾向性 电影色调这类的说法 就类似于LATROOM中的各种预设一键调色 所以说log素材模拟电影色调的话 其实是很简单的 加载两个LAT 那一个是对比度正常化 另一个就是加载一个这种风格化的LAT 当然如果你对色彩的理解比较深的话 这两个不足 其实都可以用曲线色轮这类的工具手动调整 那当然这也体现了LAT的快捷和方便 OK说完这个我们再说说肉的素材 那大家都知道肉是相机的原始数据 所有的记录的光电信息都在这里面 我们所说的log素材也可以通过肉的数据 解败而得到 肉数据是具有相机最高的宽容度的信息 目前我们所用的剪辑调色软件 比如达芬奇 Final Cut Pro X 还有PS都是直接可以处理肉的数据的 把肉素材中记录到的高光和阴影的细节 通过调整然后解败而到RAC 709的色彩空间下显示播放 但是由于记录的肉的动态影像 对摄影机存储卡以及后期的处理硬件的要求非常的高 所以目前的log才是大家经常用到的动态影像的拍摄方式 讲到这里我们再来谈一谈之前的PS教程模拟电影色调 因为肉格式的静态影像相比动态影像比较容易获得 我们目前几乎所有的微单和单反都可以拍摄肉格式的静态影像 后期处理起来也比较方便 我觉得把肉数据转换为log 然后再加载LUT来获得电影色调的这个过程 就有一些不太严谨的地方 我们知道LUT素材是需要正常化对比度的 然后再加载一些风格化的LUT调出电影色调的感觉 而肉素材通过camera raw解败显示在脂肪图中 本来就是正常的对比度 在光比比较大的场景 我们可以选择降低高光和提高阴影 让更多的高光和阴影的细节在脂肪图的范围里显示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对调整后的RAW 在PS中加载风格化的3DLUT就可以获得电影色调的效果 而我通过实际测试 也可以直接在肉素材中加载风格化的LUT 获得不错的调色效果 如果是通过肉转到log后再加载风格化的LUT 那因为缺少了正常化对比度的这个过程 照片在我们目前主流的显示设备上 看起来还是比较灰的 仍然需要很多细节上的调整 这种调色方法是我从李涛老师的书中看到的 对此我之前是身心不已 因为看过他的许多的教程 对于摄影后期的系统化的了解也是因为李涛老师的启蒙 那我个人对于李涛老师也是非常的尊重 当然视频中对于李涛老师照片电影化教程的看法 也仅仅是我目前从网络和书中获得到的一些信息后的个人的理解 那我个人认为这种方法不是特别的严谨的 那也希望对摄影和影视后期有更深理解的大佬们 你们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当然更希望能得到李涛老师的亲自解答 其实虎哥明白 专业级的调色是有专业的流程的 也是非常的复杂 而我们平时大部分普通摄影爱好者 总是希望能快速的获得更专业级别的调色 当然我们如果想在后期调色处理上更上一层楼的话 还是需要了解一下影像后期的基本原理和流程 这样才会更好的用高效的方法调出我们所希望的效果 最后给那些初学后期的朋友一点小小的建议 学习进入的时候我们应该都去了解 以下操作的原理和流程 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其实影像的前期拍摄和后期都是有章可循的 当我们了解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只有能很容易从那么多眼花缭乱的教程中和预设中 找到适合我们的内容了 OK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虎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